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這個算是要補給你們好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我當初日版忘記訂了 所以我一直在等台版到 然後台版一下到 而且這位其實我敢講 絕對是Kamileta Levice裡面最紅的人 就是我們這個女王陛下專用的一個Week Endo驅動器好不好 其實老實講我對於這個名字 我覺得有一點點沒有辦法接受 我等一下說明原因 但有一次我剛才拿這個盒子是 完全被驚艷到好不好 這個算是魂獻該有的一個合格水準的盒子 前面這邊的話就我們的一個女王陛下 欸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眼睛不是這個 他不是督眼巨人好不好 他的眼睛是在下面這個半壺狀的地方 跟大家背注一下 所以呢很多人都會把這個當成眼睛 不是這只是他的風箏啦 講完之後大家應該看起來會比較有感覺一點吧 應該沒那麼奇怪 但是我覺得他是督眼其實也蠻帥的 再來就是說這個Week Endo驅動器 跟女王風的一個印章 欸這個真的是很不錯好不好 有我們基礎的一個形態之外呢 還有我們黑暗版本 黑暗版本的話是出自於 就是全部都是女生的一個外傳 當下的話他被惡魔人格佔據了 所以呢才會變著黑暗的形態 跟他背注一下 就是蠻簡單的理由啊 這一側很帥 有沒有一個黑暗版跟一個普通版 然後再來這裡還有內容物 這一面超帥 基本上就是有我們的一個花啊 畢竟人家真的是長得太可愛 他這邊就直接放他一個照片啦 因為呢老實講 其實當下在播映時 有鬧出一個不小的風波 是他本人真的太正了好不好 已經正到是快要蓋過這部劇啦 算一下也是啦 所以呢 總共來講 他放在這邊我覺得實至名歸啊 再來就是這位騎士啊 有沒有 眼睛的部分有發光 再來就是一些回憶集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就這樣都是採用 風的那種金格文狀 我們把這看完之後呢 我們把他開箱吧 還行 我剛才有看一下 他裡面是有台詞好不好 這算是讓我覺得還OK的地方 畢竟他是混線 總是要搭載一點台詞 沒有台詞收拾啊 有一點收不過去 好啦各位 這些的話就是我們這些全部的內容物啊 欸 我到底一定會有人問說 牛的那個呢 牛那個的話是在我們 Sakura跟HANA的一個主額包裡面啊 就是他們額外的一個配件包裡面啊 所以金包是沒有附在這裡面好不好 然後呢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這個有一點點不應該 這個印章嘛 是由我們 原本女王陛下的一個印章改過來的嘛 但是原本的那一款沒有給我附 再加上這個機呢 又不可能給你蓋在身上玩嘛 怪人的印章 感覺應該是要再附在這個主額包裡面啦 但是他卻沒有附 這個真的是要小小的說一下 不少不說 但這個主額包好家在 他沒有到很貴 2000以內吧 還可以接受啊 畢竟他是混線 稍微貴一點也蠻合理的 沒有辦法放這看有點不舒服啊 這個主包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組袋子 顏色還蠻好看的啊 就算是有點偏 帳氣那種配色啊 黑偏藍這樣子 背後部分 基本上跟我們的凱武 完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幸虧不過我們先看他印章不會 這個話就是我們女王封印章啊 他這個印章的配色 基本上中間是採用類似那種 鐵黑色的一個設計啊 還蠻讚的 看起來很有金屬感 而且也很符合他的一個戰鬥風格 當時我覺得這位騎士給我感覺就是 金屬感很重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本身的配色 就屬於那種銀白色銀白色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印章配色跟他本身蠻搭的 後面部分就算是採用類似那種 橙色的一個配色啊 上面的話還有他騎士的臉部啊 讚讚讚 我覺得Levice這一代在騎士臉部上面啊 其實做的還算不錯 最後一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採用就那種蜜蜂蜜的一個配色 上面的話一樣是有帶一些紋理 這個紋理都是大家專屬的 不可能有人是一模一樣的 下面部分的話 哎呦 這次的形象很好耶 還蠻讚的 再來就是這個 Weak End的驅動器啊 基本上他跟我們Sakura的那個腰帶 真的蠻相似的 同一個設計風格 然後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這個叫 Weak End的驅動器有點不太適合 因為呢 他這個設計風格 一看就當是為女王風設計啦 沒有這麼量產型的感覺啦 所以呢 我覺得叫他Weak End的驅動器就是 怪怪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冰這邊就是一個蜂蜜嘛 旁邊設計這邊也是有金格裝的 所以呢 整體人就看起來 這是完全是給我們HANA用的一個專用驅動器 他在這邊還有做一些保護 這次還有給你一些保護膜 還蠻讚的 才是他的一個基礎狀態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這些這個金格裝的紋路啊 很讚 我覺得設計還蠻不錯 我覺得比起真的那個更好看一些 底部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都是採用 紅黑色的一個配色 Jobai比較符合Weak End的一個設計風格啊 背後部分的話 全黑沒有特別的點 他的差點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發現一個點耶 他的變身音效並不是綁在音量上面 而是綁在腰帶裡面 所以呢 他裡面的話搭載兩個系統 這個是惡魔版本的啊 這個是一般版本的啊 所以到時候你有兩種可以有啊 這個點很讚 腰帶部分的安裝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好了 注意LR的一個部分 左穿左右穿右 R的部分這樣穿進去 這樣子就安裝完畢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來進行一波變身吧 我剛才是 我曾經被罰過的 悪的女王 我曾經被罰過的 所以 我為了 我能力償 為了 WEEKEND DRIVER SAKURA 這個 我為了 我為了 CREEN B GREEN B Livice這台車的就是簡潔俐落好不好 雖然現在技術也差不多了 嗯還不錯還不錯 就是變就變完好不好 但是有一說一 我覺得它的變身音效 它還是DX規格 不一定要CSM 但是至少要達完結版吧 結果完結版的等級也沒有到 有一點點有遺憾 因為它沒有跑出那個水滴聲 跑出密轟的一個聲音 不得不說我覺得這台在產品上 表現算是蠻優異的 就是有各種小小的那種新規內容 雖然它大體上是跟我們Sakura那個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整體細節上的表現 我覺得這條比真的好 我自己覺得 然後呢我們這句話稍微再變一次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光效的部分 其實真的它的光效我覺得蠻震撼的 像是一個蜂蜜在流水這樣流下來的感覺 嗯很讚很讚 沒錯 變身車這隻就是要手插腰啊 因為呢它這個時候雙手就會出現那個匕首啊 音效也是屬於那種比較high的音效 而且是屬於女生的音效 其實女生音效下已經見怪不怪啦 蠻常見的好不好 希望每年都會固定有一條 而且至少 裡面還有專屬的一個LOGO 嗯這個點很讚 基礎變身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來測試一下必殺技的部分 喔!很不錯耶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要連續使用兩招嗎 因為那我們的HANA出登場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就是先用閉手 把人家插在地板上 先用第一個必殺技 再展開一次 放T級的必殺技把人家踢爆啊 所以呢這樣的話就是它整套的一個流程好不好 然後它的進階強調形態 我們等到猛牛片跟它講一下 還有一人的我 還有一人的我 還不錯,我覺得它在音效上有時候適時的切換 音效整體上就很有惡魔那種很俏皮的感覺 很讚很讚很讚 而且戴晶音效也是新規的,我們再聽一次 有沒有,完全新規,而且很有惡魔感 然後呢,我現在蠻好奇它的必殺技部分 但經歷是一樣的 B音只是黑暗版,所以兩片都必殺技一模一樣,完全沒改 最後部分大家一定要好奇,它怎麼觸發語音好不好,這該少講 如果你單純按壓的話,並不會跑出任何影響 長壓,基本上所有的語音都靠長壓 有沒有,這個話是它在渴求獲得力量想要支援大家 由於它那時候變好人了 這個話是因為 Rashadami 然後現在我們跟著同病人爭取得到 所以,那個,我無力的 人們負責任你 是我的訓練 責任 是我,夏希花 又是一名 又是尊重 啊,趕快去吧,Vail? 好,玉琳,我會再保護你 所有人都要敵人,我都要敵人 這個話我記得是在最終決戰的時候 以上這些就是他收了一個語音啊 希望就是把很重點很重的距離都收完 但是收了我覺得有點不夠細,小遺憾小遺憾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Comenlider 的一個完整開箱,希望我能練對 總共人來講,我覺得以他的價位 跟他的玩法來講,我覺得算是還OK 然後再講他有雙模式給你們,而且還包含了一個 黑暗版本的啊,如果假設你有買猛牛的硬張的話 基本上又可以再搭配什麼好不好 再加上這個也有收入台詞,所以我覺得 算是非常非常OK,可以推薦你一條腰帶啊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Comenlider 一個完整的開箱,如果喜歡的情報,在影片下方見 拜拜